我知道 我64歲 現在有人知道我幾歲 24歲 18歲 我剛剛喝久了 我剛剛犯法了 我不該喝酒 老師 接下來計劃 你剛剛說峽谷柔情 峽谷柔情 因為我太太 我就是為我太太有一點點 向她表示我的柔情的一面 蛤 就忽然講到太太了 沒有 因為你剛剛講說日語 其實我也不會日文 我太太是日文系的 你正要為我唱 那你就唱一首日文的 蛤 柔情的 然後我就找個簡單的 這首最簡單一看 兩段半的歌詞 唱一下 我連R.E.O.O.都不會看 後來我就從那天開始羅馬批尼 這樣 知らず知らず 歩いてきた 遅く長い この道 什麼意思 你知道還是就硬背那個聲音 開玩笑 我想放副歌 阿浩 河の流れのように 好強喔 你看聲音已經傳到高雄了耶 高雄再把我明天下去台中唱好了 台中唱好了 台中喔 我是說它的整個共振的感覺 我跟你講喔 剛才那個意思就是說 河の流れのように 意思呢就是 河の流れのように 什麼意思 老師 我也去Google嗎 問我幹嘛 我也是羅馬拼音來的嘛 有時候主持那個脫口秀 我想說真的是不能亂惹到人 老師現場給我來個脫口秀震撼教育 沒有啦 我跟妳講喔 常常會有主持人說 看到我就說 斯大哥等一下手下留情 我說我一定手下留情 但嘴下不一定 好的 好期待 老師接下來還會有英文歌 那我就在後台聽聽看 你的英文歌比我好 我想你的 沒有比你好 我現在記憶力就比你差 那老師一下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你說一下 你的英文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後面酒喝的有點多 現在已經開始迷茫了 真的喔 大家請趕快到對面 繼續喝下去 好 那接下來這首歌曲好像叫做 張三的歌 那我們把舞台交給夏老師 謝謝 來我們在這裡SINGRA 掌聲謝謝